迪士尼经典动画《美女与野兽》于1991年上映后 便成为全球影迷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部经典动画于2017年被改变为真人版电影 成为了当年度的大热门电影之一 电影中由艾玛、化身汉丹、史蒂文斯主演 两人在电影中演绎了贝儿和野兽这两个充满魅力的角色 《美女与野兽》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世纪的法国乡村 贝儿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年轻女子 他喜爱阅读 对于乡村生活感到不满 野兽则是一位遭受诅咒变成野兽的王子 他渴望能够拥有真正的爱情 才能摆脱诅咒 两人在意外相遇后 缘分将他们带到了一起 贝儿因为替父亲担任的戴罪羔羊而被野兽囚禁在他的城堡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贝儿逐渐发现野兽的内心是善良了 他在一个黑暗的过去中承受到严重的伤害 这让他开始慢慢接受它 并且在相处中逐渐爱上了野兽 最后他们拿爱情击破了诅咒 野兽恢复了人形 贝儿和他也在一起生活了下去 这部真人版电影的制作十分用心 剧情紧凑 特效精良 音乐配乐令人感动 艾玛化身的演技也让观众们大赞 他将贝儿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单史蒂文斯折通过野兽这个角色 展现出他在演技方面的多样性 此外 电影的歌曲也十分动听 其中的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和声音乐